立法會前主席曾玉成 不認同中央為香港定立港區國安法 是一管就活 形容現在還有很多功夫要做 才可以令到香港重回正軌 譚曉彤報道 香港經歷了定立港區國安法 修改選舉制度 立法會前主席曾玉成說 特區政府還有很多功夫要做 才可以令到香港政治經濟復甦 不認同是一法安天下 如果你說一管就活 我們現在是不是覺得 兩樣東西都要中央管一下才行呢 現在又在說 我們的房屋問題不如中央管一下 特區政府搞不定 這條路走下去了 我又很懷疑 是不是還是一國兩制 最正當的軌道呢 是不是 所以我就會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如果我們現在大安指揮 說中央出手一管就活 我相信中央都不是這樣看法 說到房屋問題 早前有消息說中央要求地產商 協助特區政府解決房屋短缺問題 事後地產建設商會發聲明說沒有聽過 商會其中一個幹事認為要解決房屋問題 審批起樓的程序就要鬆綁 他指望本港短期房屋供應仍然不夠 樓價不會跌 長線就會平穩發展 樓仙電視記者談票同步到